朋友们好,我是老夏,今天是鬼祭节 鬼祭节,今天跟着五大节出来,在山里面来玩来了 来这个龙泉山上,一大片茶园 今天天气也非常好,非常舒服 我在路边上发现了一种东西 野生的豆子,野生的大豆 以前我也是在经常网上 看到某些专家在那里发现了什么野生的大豆 原生品种的野生的大豆 我在这里深圳的发现了野生的大豆 就是路边上还有钱还多 马上跟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是多景录像 跟大家看 很野生的 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来 从野生黄豆 看到没有 多得很 以前偶尔来在网上看见那个 某地的这个什么 科学院考察部门啊 怎么样 就在说 我又在那里发现了野生的黄豆了 怎么样 真的多得很 这一片过去特别多 我们再来吃个 刚刚我剥了一个来吃 确实是野生的黄豆 看野生大豆 来 我跟大家摘一个 摘一个把它剥出来 就知道了 肯定有鱼的 肯定有鱼的 那你个剥一个 我来尝一下 看这个是不是黄豆 就是野生黄豆 你看 我再一个下来剥 它是 它是藤本之物 这个上是藤本之物 我剥一个出来 这么很小一个的 多得很 你看看 我拿去拿这个 看里面 一身黄豆 我手上拿出来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剥出来的 你看看 啊 剥出来的米 剥出来的米来 我尝一下看 它在我手里面 这个关子拿开 没剥的拿开 我尝一下 能能吃吗 啥味道了 这跟豆子是一样的啥 豆子 嗯 跟那个青豆黄豆 青豆冷青豆 一模一样的味道 嗯 你看那 好笑 跟冷青豆一模一样的 往这儿哈 比较多哈 在路边上 你们一天到晚 网上的专家 伪专家西来看一下 野生黄豆 到处就有 大别山里面 这野生植物多得很 野生黄豆 我这是 今天是第一次发现 这种野生黄豆哈 现实那种看见 因为我经常在网上 嗯 看见 纯野生的 多得不得了 我也从来 可考都圆了 看看 这野生黄豆 好多啊 好多啊 好啦 这个是珍稀品种哦 我给大家尝一下 野生的大豆子 味道还是挺正宗的 绝对是野生豆的味道 把死 还搞上一排 用野生大豆来推 磨豆腐的话 那才爽 可能花个三天时间 能不能够搞到两三斤的磨 搞 搞一份豆腐 路边又发现了好东西 这三点山叫什么 鬼家测量标志 人经班冬 李莽延 五百层车会局2007年 看见面 在上面还有 这山点上的风光 好美呀 这山里面 真的太漂亮了 秋高气爽